什么样的卧室风水对夫妻感情有利,家里摆哪些东西可以增进夫妻感情? 说到夫妻缘分,有说是百年修得同传度,千年修得共枕眠,可见夫妻间的缘分来之不易,而如今的生活中,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,婚姻中各式各样的问题已经很普遍,吵的吵,分的分,新婚夫妇也好,老夫老妻也好,在装扮新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心得,对于家中放置的一些小摆件,小饰品。 你只知道摆些什么能忘夫妻感情吗?虽说对于房间的装饰要以自己的喜好为主,但是如果知道了,这个小窍门不是更好。 这里是菩提树下,欢迎订阅,带你了解风水,感悟人生。 摆放结婚照,其实如果想要提升夫妻之间的关系,也可以在风水情感这方面下手。 这个时候,如果在自己家的客厅里面摆放结婚照,那么其实是可以很有利于夫妻之间的感情的, 因为结婚照本身就蕴含着夫妻刚刚结婚的时候的情感,可以很好地提升夫妻感情的气场。 卧室要在最合计的位置上,其实就是风水上所说的夫妇位,你不要以为夫妇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代名词。 风水学上也有这个名词,比如,坐北朝南的,睡在西北和东南方位的卧室,就有利夫妻感情。 比如东西向的户行,睡在西南角和东北角的卧室,也有利夫妻感情。 只要夫妻的卧室在这个最合计的位置上,平时争吵会少很多。 家里摆放鸳鸯,自古以来,鸳鸯就是爱情的象征,其含义是不离不弃,也象征夫妻和谐幸福, 一般放在主卧或新婚洞房,代表着夫妻幸福美满,放置鸳鸯时,适合放在左边,左属喜庆即位。 床套尽量有五色花纹的鸳鸯图案,床头和双尘。 尽量有鸳鸯细水图,在真运格看来,改名条磁场,也可以增进夫妻感情,夫妻之间的磁场和谐了,夫妻感情也会越来越好。 避开六七胶剑和二三斗牛煞气,夫妻之所以会吵架,是因为大家心中有气或性格级,容易起矛盾,比如像二把剑碰在一起发出吵架的声音, 比如像两头牛用脚顶着一样,谁也不让谁,哪些是六七胶剑,比如门朝西,厨房在西北,比如门朝西,卧室在正东或在西南,都属于这一种,一定要避开。 摆放圆镜,如果想要提升自己夫妻之间的感情,那么最好就是在房间里面摆放一面圆镜, 因为在风水学上,圆镜本身的圆代表着团圆,而也代表着圆,所以摆放圆镜自然可以对自己家中的风水起到比较大的提升作用,有利于提升屋主的夫妻感情。 摆放两个床头柜,卧室里面如果只摆放一个床头柜,其实是会破坏夫妻感情的,所以最好就是摆放两个,这样就寓意着成双成对,自然可以很好地使得夫妻之间的感情得到提升,也不会再轻易地吵架。 东南游水,有利增进夫妻感情,风水上来说。 训水一勺可救贫,所以训水的作用是很大的,训水就是东南游水,而现在处于巴韵,训坤是灵神的先后天之翼,也和另外一种夫妇,因此,家里东南游水,或东南有河流等等,比较利夫妻感情的,鱼缸应该放在客厅,放在卧室会导致卧室变得很阴寒阴冷,夫妻之间应该要有温暖的感觉。 在房间挂罗女画的画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,很容易让另一半起不好的联想,或者是让老公开始不满意老婆的身材。 装修不要用太多的红色、黑色,普通人家的家居装修机用太多的红色或黑色的。 因为红色属火,本身就代表口舌,一吵就各不相让,非要分个胜负,而黑色属水,一旦有矛盾后,大家可以一个月不理大家的,这些都是装修中比较极端的色调,因此,尽量不要多用为好,比如昏房,卧室最计大红或大黑。 从风水学上说,夫妻的卧室应该以白、蓝、黄这几种颜色为佳,也可以是暮色,天花板不宜过低,否则容易让人有压抑的感觉,灯光尽量为暖色,可以舒缓工作一天的疲劳,享受家的舒适和宁静,夫妻的房间风水能影响夫妻的相处和沟通。 摆放长枕头,如果夫妻感情想要好,那么可以试着在卧室的床上摆放一个长枕头,这样就可以使得夫妻之间的感情得到关联,自然就可以提升感情了。 增进夫妻感情的吉祥物,酒鱼图,它指的是富贵有余,夫妻感情长长久久,事业也会得到好的发展,财气也越来越旺,是非常适合挂在家中的图画,有时候你会发现挂上以后,家里一片祥和,心情也会变得愉快很多, 这可能就是他们说的风水磁场的力量。 卧室摆放植物,许多卧室风水都是比较讲究的。 卧室中摆放的植物会根据生肖的不同来选择,比如冬天出生的人,冬寒洗火,可以选择熟火的花,比如君子兰,山茶花等等, 鼠鸡和鼠猴的人洗金,可选择土和金的花卉,比如黄玫瑰,寒啸,枝子花等,许多鼠猪的洗水,可选择熟水的花卉,如白兰花,水仙花等,都是很不错的选择。 摆放红绳,在传统文化中,红绳代表美好的姻缘,所以如果你想增进夫妻关系,让自己这段姻缘更加美好,可以是在夫妻的卧室里放一条红绳,这样可以让夫妻之间的感情更好。 不会轻易地争吵。 葫芦,同质的或木质的葫芦一个或者一对接壳,摆放于卧室内,可以增进夫妻感情,摆放时间也是有讲究的,第一次摆放于早上七点到九点的时辰,将其安放在主卧室的床头上,能促进家庭和乐。 印章,其实印章也是增进夫妻感情的一种吉祥物,风水学中认为,印章具有权威的力量,利用印章的力量可以加固感情,可以刻一枚属于夫妻两人的印章,就是将两人的姓名刻在同一枚印章上,刻好后用七彩丝线缠绕,装入盒子放在床头即可。 这样的印章,不仅有利于夫妻感情,还能增加财运。 形状方正元的陈设,从风水上来讲的话,其实有很多尖锐的饰品和百诗容易使人变得暴躁不安,思想不正,谁都不愿待在火山旁,谁也不想与心术不正的人为伍,而若家里经常摆放的是一些多棱多角的物品便定会使主人心神不宁,情绪烦躁,所以房间就应该摆放一些方正元的陈设,有利于自己的夫妻之间的感情变得越来越好。 抑制桃花位,斩断烂桃花,桃花位主摄胶韵和异性元,如果已婚者的家庭桃花位太旺,则容易招惹第三者插足,所以,夫妻卧室,卧床最好远离桃花位,同时可在桃花位悬挂纯桃木桃花斩,抑制桃花位,避免烂桃花出现,卧室里不要镜子正照床头,卧室里,镜子是不能正照床头的,可以侧照床,但不能正照床头, 不然夫妻之间的精神互动和交流就不会协调等等,在风水中,镜子是阴性很强的物品,它能够反射煞气,如果镜子正对吸床的话,就容易把煞气反射到人的身上,让人精神紧张,产生焦虑的感觉,容易做噩梦,进而影响夫妻感情。 卧室的灯光要柔和,如果夫妻卧室的灯光太刺眼,那么非但让眼睛得不到休息,而且会伤害眼睛,因此,卧室应该选择灯光柔和的灯,柔和的光线,也可以营造温馨浪漫的气氛,让夫妻在这个空间感情更加融洽,在卧床设一张围漫,选择清雅浪漫的颜色,比如说白色,紫色,粉色等,能更加让夫妻双方感情甜蜜,关系亲密。 枕边放置玩偶,在枕边放个和你生肖相合的玩偶,男左女右,例如属马的就放羊,属虎的就放猪,组合为,属配牛,虎配猪,兔配狗,龙配鸡,蛇配猴,马配羊。 这样放置有利于增进夫妻感情,床单和枕头套应避免使用三角形或箭头图案,因为这类图案属火形,会使卧室阳气过剩,破坏安详气氛,影响夫妻恩爱。 住宅整洁干净,可以增进夫妻感情,房屋是否整洁干净,对夫妻感情也有一些影响,风水方面,如果房子凌乱肮脏,很容易滋生肮脏的空气和阴气,一旦阴气过多,会影响整个房子的风水格局,导致房屋阴阳失调,很容易导致夫妻感情不稳定,如果房屋杂乱不堪,对于人的情绪也有很大的影响,容易导致烦躁。 自然容易引起争吵,久而久之影响夫妻关系。 床头有靠,可以增进夫妻感情,在风水方面,凡事都讲究靠山,夫妻房也是如此,卧室是夫妻俩待得更久的地方,所以卧室床的风水对夫妻感情有着很大的影响,夫妻房的风水格局应该稳定,平和。 前靠墙是指整个床后有靠山,会使床周围的气氛稳定,给居住者带来安全感,同时也能藏风俱气,使夫妻感情稳定,改善夫妻感情。 假如床头对黑门和窗户留有较大空间,床周围会产生较大的动态性气流。 是风水上的一大忌,一个家庭的好坏,不仅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,还会影响双方的运势。